大家好,欢迎回来,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其实我这个语法点呢,我其实我要吐槽一下 新世线在语法点这个基础上是做的比较失败的 我真的必须再讲一下,但是呢又不能不用这本书 这本书是考级的这个大纲 很多来学习意大利语的 其实我觉得意大利语学习的这个学习者吧 学者应该是一个小众型的啊 他不是小众型的,相对于英语学习,日语学习,法语学习,德语学习,西班牙学习的大军 他也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只摧尸班队伍 这个也不是很庞大 那么语法我觉得中国人很不谦虚的说啊 因为我自己也是中国人 中国人在任何一方面都要比外国人做得好 中国已经把外国的语法研究透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四六级英国人还没有中国人考的高分 因为你只要侧重语法点去考的话 那你是考不过中国人的 那么老外他考他侧重能力 他不是侧重于语法点 那你说意大利语那你讲这种语法点有什么用呢 他竟然不促重于语法点 他的这个书也没往语法点那里编 那你干嘛总是拿着语法点讲呢 显示你好吗是不是 不是 意大利语西语它是相对于英语来说的话 它是语法点非常强的 非常强结构的一种语法结构的国家 国家语言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理科生非常非常多 欧洲理科生非常多 理工会很厉害 因为他们的语言 大家学到这个程度了 学到终极第八单元了 终极已经快接近尾声了 九十十一就没了 还有三个单元 那么呢 他们你也能够感受到 要不就不开口 一开口就错 形容词要变 定贯词 不定贯词 直字形容词 直字代词 前置词 缩合前置词 非常非常的严谨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说香港人能会讲英语 但是葡萄牙语深入了澳门一丁点嘛 在座的可能有去过澳门旅游的 你跟澳门的第一个讲一下葡萄牙语 你看他懂不懂 首先一个大声音 就是对阿西亚地区 就是我们这些亚洲人来说 很大一个难点 那么讲了这么多 这个画面换成了几个不是很雅观的 一个小外国男人 打个手机电脑 光着个膀子 穿着个短裤 我们讲的这两个图片 摆在上面这两个图片 肯定是非常切实际 非常贴主题的 怎么贴主题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我们看这个之前 先看语法 那么这个语法关系代词故意呢 已经在课文里面出现频率非常高了 所以我这就是为什么要吐槽到语法不行的原因 因为你出现这么高了 那你为什么还不解释一下这个词呢 是不是一定要找一张节专门来讲这个词吗 情之线当中 没有一张节专门来讲这个故意的 就是带着讲一下 也没有具体讲 那我们把关系代词从A1到B级 第八单元把它梳理一下 我们在A级的时候学过K 是吧 学K 就是很多老师也说 相当于in的that 对 它在关系当中呢 可以做主语 或者直接避语 所谓关系代词就是两个句子 一个词 关系代词把它连成一个句子 把它带起来 关系代词又可以产生关系的 又可以带那个词的 来解释主语 怎么来 我先来看上面两个话 这两个话 Laura es una ragazza Laura是一个女孩子 Laura estudia la historia Laura学习历史 那么你这里就出现两个Laura 你看 我这里就出现两个Laura 两个Laura 哎呦 Laura es una ragazza Laura estudia anche la historia Laura es una ragazza E lei estudia anche la historia 对不对 这就很麻烦 那我讲个K Laura es una ragazza 非常简派 一句话 那么这个K 是关系代词 它关系的 两种主句的身份 而且它还把它们联系起来了 而且它带了谁 带了Laura 所以有的时候 要弄清楚 就从今的关系 还要搞清楚 关系代词 带的是什么 关系代词 做到一字不漏 关系代词 关系是什么关系 带词是什么 带谁 这样的话 你才能立些句子 那么K以后 我们又学习了 有信数变化的K Iguale Iguale La guale Le guale 那么我们前面这个句子 就可以变成 Laura es una ragazza La guale estudia la historia La guale 为什么说La guale 阳性 阴性 单数 对不对 La guale Le guale Iguale Iguale 由于K 做直接病语 且不可以做 不语和见解病语 那么Iguale 这类词做不语和 见解病语呢 它要带前置词 也要跟上 Iguale 是可以做 见解病语和不语的 可以的 K不行 因为K不能加东西 它可以加东西 但它加东西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 前置词加的什么 它也要前面加什么 变为Del guale Al guale Per il guale 但是这个东西呢 我们要体会一个还原 就是我等一下后面跟大家提到的还原 那个过程 你看还原 parlare di il signore del guale parli é un ingeniere 你提到那个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那么del guale parli 你说我怎么知道是del guale parli 如果是parlare di 不及物动词 带着是见解病语 带着是指补语 对不对 带着是补语的话 他做补语的话 parlare di 那么 见解病语带什么前置词 它也要跟着加上 那么就是del guale 懂了吧 那么呢 我们强调了这个以后 再到关系代词 故意 故意它没有心术变化 或者带人 或者带物都可以 关系代词 故意它前面永远带着前置词 记住啊 永远带有前置词 永远带有前置词 三遍的啊 永远带有前置词 省略情况除外 前置词啊 是可以省的 从其中 只做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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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三遍啊 或者间接病语 不能做直接病语的 比如说 这就是我们学习意大利语 一块学习的那些男孩 那你看还原 还原怎么还 studiare con la lingua studiare la lingua italiana con i ragazzi 所谓 你叫什么 parlare del signore parlare del signore che è un ingegnere 所以是 studiamo la lingua italiana con i ragazzi con questi ragazzi 所谓 你看 il tuo consiglio per me è una lezione da cui trarò insegnamento 你的这个 consiglio 这个 建议 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 是一堂课 是一个课程 da cui 就是从那里 从这个 lezione 我 trarò trarò 这个我老调重谈 讲了三遍啊 arre e urre orre 你们记了没有 回去要去背一下 trarò 变味 trarò trai trai 怎么 变味 trai trai te trago no 或者 你要 变味 要 自己 去 变 好 也就是说 trarò l'insegnamento dà la lezione 是不是 结果 就是 这样子 l'uomo gui mi rivolgo e gentile 那你 那你 还原是怎么还 rivolger c a ma rivolger c a 这个是一个固定答配 所以你看 rivolger c a l'uomo a gui mi rivolgo e gentile 那么说 我去找的那个男士 他是蛮绅士的 那么 mi rivolgo mi rivolgo a 又可以省略 所以 他就变成了 l'uomo gui mi rivolgo e gentile 又变成这句子 所以初期的同学们 可以用这个还原方法来检查自己的句子错误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不LY kap yani 把 拾 二 一 二 二 三 二